大家好,我这段视频呢,会放在比如说一些外网的地方上传 我做视频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看一看新闻,然后发表一些感慨吧 今天我看的新闻说,今天是十九大的闭幕会吧,正在进行 十九大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我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说,习主席说嘛,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所以呢,给我的感觉,现在如果再想炒房啊,再想炒房发财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啊,因为十九大,十九大就是给未来的五年定调 中国政治嘛,给未来的五年定调 这五年,你看到习总书记都说啦,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你再想靠的炒和发财,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呢,我也在想啊,就我们在中国,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假如不炒房 我们靠什么赚钱呢?我们靠什么赚钱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我们中国人不炒房呢?那我们靠什么去挣钱?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城市里面的家庭的 财产的存在形式吧,就最大的财产 应该说就属于房产了,就是房子了 第二件更贵的东西,应该就是,第二件比较贵的吧,第二贵的便是汽车 也就是说,中国房子、车子是中国财产的主要形式 当然还有一部分可能就存储在银行呢,我觉得是这样 大部分的中国人的储蓄吧,普通老百姓吧,基本上都是这样 一有钱呢,那就想呢,能买一套房 如果再有钱,那就买第二套房 第二套房买完以后,还剩一点钱,那就买一辆车 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会讲 如果有一天,这房子都说 稳定下来了,房子稳定下来了,不会再涨了 或者说,房子有的地区甚至还下降了 那老百姓就会卖房 换金,换取现金 可是大家想一想 当换取现金以后,老百姓 把这些钱 投到哪里呢,投资哪里呢,他去干嘛呢 他可能别的也不会干 他可能别的也不会干 因为中国没有什么高科技产业 不要认为说什么高科技,什么创新都扯烂 中国没有什么高科技极权的产业 也没有什么民用领域可以让老百姓说可以投资的 因为普通老百姓你想要卖一套房子二百万 二百万以后他去开个商铺吧 这亏损额太大 他去干个什么科技公司吧 老百姓他也不懂 所以老百姓卖了房以后 这个二百万的现金 他不知道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 他不知道怎么花钱 他不知道把这个钱投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国家 房产是最稳定的投资 现在来讲吧 房子是最稳定的投资 别的什么投资开个店啊 开个淘宝店啊 也不像以前那样发财了 或者说开个路边的什么商铺 也不像发财了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解决这房产的 就是他的房地产泡沫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要一个是堵住缺口 还有一个要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出口 就是我们的老百姓的钱 我们中国人民的钱 他有什么出口 他能花到哪里 他能去投资哪里 哪些领域 他能投资什么医疗保险吗 什么医疗保障行业 或者石油化工行业 还有什么高科技产业 还有比如说电子产业 电池等等各种各种产业 不过我们的老百姓 由于他的知识学历社交环境的各方面 因素决定了他 只能往房子上面投 因为别的往上投 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很难成功 这就是说中国的 他的经济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我给我感觉没有办法再摆脱房地产这个捆绑了吧 没有办法摆脱了 我们的钱只能放在房子上面 就是真的是任人宰割 没有办法放到别的上面 我们也不会干 而且危险度太大 所以就开个店 比如说 基本上老百姓呢 你不去买房 那的钱的话只能开个店呢 你还能去开个公司吗 开个公司也是开个店 没有办法再去钱生钱了 我们不是那种金融巨鳄 不是那种大老板 不是马云 你马化腾 我们就是小老百姓 就拿个二百万 你说去能去干嘛 买个汽车吧 已经买了一辆了 再买一辆 那就有一点奢侈 别的不能干的 别的只能存在银行 那就相当于没用了 所以一个国家它的经济 它如何去 拥有很多的行业 去可以投资 或者是稳定的收益 就属于叫朝阳产业 是很困难的 我们的国家需要发展高科技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高科技产业